过去的一年 中东局势乱上加乱 土耳其发动和平之权军事行动 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旧秩序已破新秩序未立 埃尔多安如何在美俄间施展平衡术 这个实际上就是地区性的强人 他出现以后对于这个地区局势 带来的最大的改变 其实他采取了一种 软锁套蒙虎的方式 把各方还于鼓掌之中 正值土俱危机爆发冲突之际 俄罗斯军事介入 帮助旭政府军收复失地 以战促和平衡各方力量 不经斡旋叙利亚局势 我觉得他是一个核心的操盘手 他在这一地区操盘自如 美国叙利亚撤军一搏三折 特朗普不甘心失败 继续搅局中中 2019年他在中东方面 他是严重的不极乐 乱权出击大选第一 巴以爆发近年来最严重冲突 美国单方面兜售世纪协议 巴以矛盾 旧恨再添薪酬 回顾2019 谁才是影响中东局势的关键先生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青春快乐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的 春节特别节目 我是嘉明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梳理 2019年的国际风云 说到2019年的国际风云 焦点事件当然不容错过 而要说到焦点 自然会提到叙利亚 那么叙利亚的局势 我们如何梳理呢 今天我们想用三个人的表情 来为您梳理 我们来看第一张 或者说第一个表情 可以说是不动声色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尔 2019年针对叙利亚的 库尔德人发起了 和平之权的军事行动 可以说打破了叙利亚 固有的格局 我们来看第二张表情 很帅气 也很镇定自若 可以说2019年 俄罗斯以战促和 帮助叙利亚政府军 收复了大片的失地 也为叙利亚和平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我们再来看第三张表情 很复杂的表情 特朗普的表情 的确 口口声声说要撤军 但是又不愿意黯然退场 并且通过自己的长臂管辖 加剧了巴以的冲突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短片 回顾过去的一年 如果把中东地区 比作一盘大棋局 那么曾被时代周刊称为 中东之王的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棋手 去年10月 在特朗普宣布 从叙利亚撤军后 埃尔多安随即发起了 和平之权军事行动 土耳其军队进入 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 在九天的时间里 土耳其军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控制了叙利亚东北部广大地区 就在外界开始猜测 土旭是否将爆发大战的结果眼上 10月17号 美国副总统彭斯紧急访问土耳其 同埃尔多安商讨叙利亚局势 随后 美图两国达成协议 10月22号 埃尔多安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索契签署 结束旭北军事行动的谅解备忘录 如愿收获安全区 有分析认为 2019年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 发生了明显转变 在美俄间寻找平衡的同时 对外又表现强硬的一面 那么新的一年 土耳其会从叙利亚撤兵吗 未来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两位专家过年好 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第一个问题很简单 如果请两位专家 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 2019年在叙利亚局势 埃尔多安的表现的话 您会想到什么词 李女士 激进和强势 激进和强势 富贵险中求 我 李女士请继续 我是觉得整个 如果说看一下2019年 整个中东局势 应该说每个热点 都出现了埃尔多安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确实让我们对这个人物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在今年元月五号 那我们知道 埃尔多安那么包括议会 他实际上授权了嘛 直接出动了军队 然后赴利比亚 而且现在呢 在俄罗斯整个调停之下 我们看到虽然得到了 战时的这个控制 但是呢 他这种果断出兵 而且呢 就是利用大国 你正在伊朗博弈呢 那我迅速地就 往这个方向出击了 所以我总体上觉得 就是说从这个人物 本身的这个性格特点来讲呢 确实有一点咄咄逼人的感觉 而且呢 它是灵活张弛有度的 包括在S-400的采购上 当时几乎所有的媒体 我记得也包括西方国家 是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的 就是觉得他绝对不敢买 因为买完以后 F-35就黄了 但是我们看到 整个事件的发展 完全超出了原先的轨道 没错 他不仅买了 而且交货了 那么后续F-35我可以不要了 甚至S-400已经两套都到货以后 他又跟美国人讲 我可以买爱国者呀 就是我们会发现 他这种来回摇摆 而且所有的边界都可以触摸 同时呢 这个弹性 我觉得也是存在的 就是我不是显得 我非常激进的同时 把过去所有的关系破坏了 我还维系着 和各个管道的联系 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 它确实捕着时机 而且强势地去推进 那么我觉得 这种性格特征 确实给我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吴先生用了一个 很中国的词语来形容 爱尔多安富贵险中求 可以说 2019年是 爱尔多安 自2003年 执政以来 获利最多的一年 从周边 国家地区 获利最多的一年 比如说 布希跟美国撕破脸皮 引进了S-400系统 布希跟美国撕破脸皮 攻击旭库地区的 这个库尔德武装 建立了自己的安全区 布希跟俄罗斯撕破脸皮 在伊德利部 扶植了所谓的 叙利亚国民军 布希跟叙利亚政府军 撕破脸皮 在整个的北部地区 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 但是都以为 他会跟这些对立方 发生冲突 交火 但是他拿捏得很得当 没有发生交火 我把油门踩到了底 而且是我能够 获利的极限 所以我们说 这个它是富贵险中求 就像开通 这个俄罗斯到土耳其的 土耳其西 天然气管道的那个仪式上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选择聪明的伙伴 合作伙伴 就成功了一半 我认为这句话 与其说在夸奖普京 在夸奖自己的伙伴 不如说在夸奖自己 每每危机时刻 他总能拿出化解的方法 貌似强硬 但是其实他采取了一种 软锁套猛虎的方式 把各方玩于鼓掌之中 而整个2019年的表现 是从叙利亚开始的 请李女士帮我们梳理一下 我觉得总体上 特别是土耳其在叙利亚 这个推进 确实速度相当快 他这次非常明确 第一是抓时机 抓得很准 第二就是果断地 有了一个计划 我包括缓冲区 多宽 多长 这样的话 他给后续自己的行动 我觉得带来了明确的目标 它是可评估的 而且可以量化 那么这次为什么能够抓住呢 我觉得首先取决于 美国整个在叙利亚战场的撤离 就是以特朗普明确地讲 美国人会从叙利亚撤出 只留一部分铸手油田开始 我认为土耳其 它的行动和算盘就开始了 也就是它没有丧失 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机会 没错 就是你给我提供了一个空间 那对不起 我就开始用了 你从那走 那我马上就进去了 而且迅速接手 尤其在后续 就是在协调和俄罗斯 在边境巡逻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觉得它做得更加明智 就是一方面 我去见特朗普 我告诉了我的计划 然后我出手了 你不要怨我 然后我又闪电的访问俄罗斯 我和普京见了一面 然后我又和俄罗斯 进行联合巡逻 我是觉得 它这个能力和这个手段 而且是闪电般的运作 我觉得今年就是2019年 给我带来最大的感受是 中东地区的局势 它是以天来计量 就是它的变化之快 它的快节奏 没错 我们过去通常讲 比如说信息化战争 它是以秒来计量 以分钟来计量 但是国际时势相对是稳定的 就是你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都不会有变化 但是我觉得恰恰在中东 每天都有最新的进展 这个实际上就是地区性的强人 它出现以后 对于这个地区局势 带来的最大的改变 地区强人出现了 是的 而且刚才吴先生用了五个不惜 不惜挑战美国 不惜挑战俄罗斯 但是它都成功了 您觉得它成功的资本在哪里 欲求其上 必求其上上 它总是提出一个 超乎实际的一个目标 最终打折 它也达到了这个 这个自己的 应该能够实际应该得到的 这个目标 它是这样一个策略 比如说我要在整个北部的 448公里的边界 我都建立一个安全区 安全区我建立100公里 后来我建立140多公里 长的这个边界 我30公里的安全区足够了 我要求库尔德武装交出 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他想要的 结果是他想要的 在他一开始给你一个大盘子 我要消灭库区的武装 要把所有的重武器全部销毁 最后没有销毁 3万多库区武装撤离了边界 重武器撤到了火力打击半径以外 这就可以了 我做到了 伊德利布本来是最后一个冲突降级区 没有交给叙利亚政府军 俄罗斯方面一再督处他 你要交出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很复杂 巴格达迪就在那里被击毙的 这是完全他掌控的最后一个据点 俄罗斯甚至攻击这里起飞的无人机 攻击俄罗斯的两个军事基地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跟俄罗斯还能保持这种关系 所以我们说他采取了一个动态的平衡 欲求其上 必求其上上的 这样的一个策略 2019年在叙利亚乱局中 还有一位关键人物 为叙利亚和解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观看 在过去的一年中 俄罗斯在叙利亚呈现大局挺进的态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平衡各方力量 积极斡旋叙利亚局势 在军事层面 俄军进入叙利亚境内 支援续政府军作战 以战促合 为实现叙利亚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在外交层面 俄罗斯积极调整外交政策 通过阿斯塔纳和谈机制 牢牢把握住叙利亚问题 政治和解进程 新年一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突然访问叙利亚 在俄军位于叙利亚的作战指挥总部 同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举行会谈 叙利亚战争九年多来 俄罗斯坚定支持巴萨尔政权 与美国开展地缘战略博弈 此刻普京到访叙利亚 既能表明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 统一全境的决心 又能充分彰显俄罗斯 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玩家的特殊影响力 那么新的一年 普京在叙利亚又会有哪些新动作 叙利亚局势将如何发展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首先请两位专家 给普京在叙利亚局势的表现 2019年打一个分 吴先生 超盘自如90分 超盘自如90分 还前面加一个定语 林女士 我觉得90多吧 90多 都是很高的分数 吴先生 我们说 阿尔多安在这一地区 富贵险中求 但是他那个求 还要求一个人 要求普京 我们还说 在叙利亚这个战争 是所有人反对 所有人的战争 但是我们看到 所有人除了恐怖分子 都有求于普京 这种历史地位 我们回看冷战时期的苏联也好 还是冷战刚刚结束时期 这一地区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政治地位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是所有人 都渴望去握手的人物 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不仅仅是他的强悍 还在于他在这一地区 超盘自如 对 吴先生用的这一句话很形象 人人都想握手的人 是普京 是这样 林女士 我觉得他是一个核心的操盘手 所以在今年整个2019年 这个事态当中 我是觉得几个重大的节点 俄罗斯出面以后 迅速事情就有了一个拐点 你包括在叙利亚 在利比亚都是一样的 而这两个地方 我们知道是最麻烦的 你包括叙利亚 当时土耳其 那样咄咄逼人的开启了 就空地的打击行动 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阻止 这种形势的时候 然后普京就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土序 你这个过去 你比如说现在就说 过去你是 俄罗斯它是自己在这个地区 和叙利亚政府存在 那么现在我就可以达到什么呢 就是我加进来以后 我也在这个方向 形成一个联合的巡航轴制衡 那么这个立刻 它的事态温度就降下来 它成为一个可管控的地区 立竿建议的 没错 就是只要一见面 马上方案就出来了 迅速就行动了 然后俄罗斯 它的一些警察部队就出现了 那我们知道 那这个事态迅速 它就有了一个降温的可能 所以总体上看来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态 后面都离不开 就刚刚吴教授所谈到的 普京的身影 就是它真正 它第一关注是事情的 整个的进展 第二它是及时出手的 而这个出手呢 一定是以它为核心 它搭建了一个框架 各方会按照这个框架行动 你像美国对于盟友 很多的时候 它是不对线承诺的 但是俄罗斯不一样 就是只要你找到我 那么迅速 我就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而且形成一个 及时的一个事态的管控 这种管控的能力 我觉得使得 俄罗斯成为中东最大的赢家 那进一步请教 吴先生 您把普京比喻成 人人都想握手的人 那么我们深层次向您请教 它究竟具有什么样的 实力和魅力 我们说并不仅仅是 这个人的作为领袖的魅力 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更多的是 它巧妙了 利用了俄罗斯的国家力量 首先我们知道 乌克兰危机之后 2014年 乌克兰危机之后 俄罗斯陷入了一个安全困境当中 西方国家 其实跟俄罗斯已经脱钩了 完全地脱钩 这种形式之下 以点待面 抓住了叙利亚问题 迅速盘活了整个地区 你都有求于我 你还不跟我联系吗 你北约还跟我中断吗 我在这一地区 我成了一个超盘手 虽然这个盘面上 坐着欧洲国家 坐着美国 坐着土耳其 坐着伊朗 但是超盘的是我 在这样的形式之下 借助自己的军力 在这一地区的巧妙的存在 非常灵活的一种 巧妙的存在 巧妙的存在 我最多的时候 两个航空兵团 三次 四次 宣布撤军 其实 撤军用五个小时 回兵 也就是五个小时 非常的容易 依然掌握着 在这一地区的 制空权 而且2019年 在叙利亚 还有一个标志性的 这样的一个新闻 仅仅是2019年 在叙利亚 俄军就接管了 美军的三个基地 我们的金水专家 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是 这是美国撤出 给俄罗斯留下的 战略空间 就是特朗普当时 宣布撤出的时候 那我觉得 他恐怕没有想到 事件后续的发酵 那么你撤出去后 出现权力真空 我们看到土耳其进来了 这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俄罗斯势力也进来了 所以俄罗斯呢 现在呢 我是觉得 本身就它和 叙利亚政府 这个关系来讲 它这三个基地 相对于这个大盘子 它本身不是一个 好像很大的 一个利益上的增益 但是呢 就美国人的撤离 我认为这三个基地 是具有标志性的 那么过去 你长时间 在这个地方住手 你一走 对不起 我就进来了 而且很多的美军基地 我们知道撤离的时候 它的帐篷 很多设施都是在的 那我进来以后 应该说 我的成本也很小 但是我就在这存在了 是合理合法的 堂而皇之的存在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普京 他内心啊 他对于这一切 我认为 他觉得是很漂亮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这一幕 如果要在世界 其他地方上发生 是不可想象的 是的 就是说 他各方这个博弈 我觉得 非常很大的这个看点 就是中东的局势 在这样顺息万变的情况下 所有的棋手 都在果断地出牌 迅速地拿到利益 迅速地就放到 就是你刚才所谈到的 中东就是按天算的 没错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你但凡你的决策之后 你的行动之后 你就没有收益 我是觉得 这几个人的动作 都相当快 他们是真正的 中东棋盘上的 大棋手 相对于普京 镇定自若的表情 我们再来看一看 特朗普的表情 因为他的表情 可能就是他的心情 在叙利亚问题上 美国过去一年的关键词 是撤退 2019年10月7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 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决定从叙利亚撤军 他希望美国摆脱这些荒谬的 无休止的战争 分析认为 虽然口口声声要撤军 但美国不愿意 就此从叙利亚黯然退场 仍希望保持地区局势的主导权 随着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进一步改变着叙利亚局势 美军有去而复返 霸占叙利亚当地油田 这样反复的折腾 使得美国在中东信用大师 另一方面 巴以问题 一直被国际社会 视为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 重要问题之一 但在过去的一年 巴以局势的走向 却在离和平越来越远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搬迁美国驻以大使馆 至耶路撒冷 单方面都受所谓的 世界协议 作为巴以和平的主要调节者 特朗普政府一边倒 支持以色列 漠视八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令巴以冲突进一步激化 使业役中断近六年的巴以和谈 几乎失去重启的可能 那么新的一年 特朗普又会做出什么 打破常规的动作 继续搅局中东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还是我们今天特别节目 第一个惯例的问题 特朗普 他的2019年 在叙利亚的这个局势表现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林女士 我觉得是一个搅局者和破坏者 搅局者破坏者 吴先生 乱权出击大选第一 乱权出击大选第一 我先说 先是说要撤兵 后来又征兵 先是答应土耳其设立安全区 整个四百多公里长的这个安全区 双方的军官都成立了联合的指挥操作中心 最后又招呼都不打 就撤走了 这才有了和平之权的行动 本来已经抛弃了库区的武装 最后迫于国内的压力 又不得不召见库区武装的总司令 又给予一部分援助 本来所有的人都撤出去了 最后又回来几百人 又守住了这个大油田 都是因为国内的压力 国会的压力 选情的需要 依照他的想法 这个血污的沙漠 我要他干什么 交给俄国人吧 愿意给谁给谁 谁愿意来接手 谁就接手 一片血污的沙漠 我不需要 我走了 为什么又回来了大选第一 而且你想包括巴以局势 他搞出这样一个很激进的世纪协议 也现在实际上这样关系非常的紧张 所有中东问题 在2019年集中发酵 都因为他的乱权出击 所以他现在看这个乱局 单凭美国之力难以收拾 在1月10号的时候 又提出了一个NATOMI 就是北约应该吸纳中东国家加入其中 他没有具体指明哪些中东国家 我想很显然说的是海河会的 这些主要的盟国 像沙特这些主要的盟国 这意味着什么 美国已经无力单独应对中东地区 波鬼云爵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变化 林女士 我总体上觉得特朗普这个任期内 他的中东政策 他是不明确的 也就是他缺乏一个长远的 非常明晰的中东战略的框架 所以他体现出一个比较大的投机性和短时性 你比如说现在这次整个从叙利亚撤离以后 他更多的兵力是放在油田 就像刚才吴耀士谈到的 就他关心的是石油是利益 他并不关心核心的战略上的收益 我觉得这个恰恰是目前 俄罗斯包括其他的地区性强国 比如说二端能够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做这样一个逻辑 如果没有美国的撤出 那么土耳其不会在叙利亚有这么大的推进 那么包括俄罗斯 他也不会在2019年的世界舞台上这么亮眼 我觉得像他这个反衬 就是因为特朗普 他的整个的短视导致的 他如果说真正有一个明晰的计划 那我觉得不会是像现在这样 东里榔头西里榔头的在打补丁 这个打补丁的商对于美国整个 无论是他的整个的国际形象 甚至包括中东的战略收益 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损失的 你现在从叙利亚撤出以后 那我们知道伊拉克他就能够好好的待着吗 在这个地方 他上缺乏一个基点和长远的算盘 那这三位谁是2019年中东局势的关键先生 如果简单的总结的话 我认为阿尔多安在2019年收益最大 操盘起关键作用的是普京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失落的 最失忆的是特朗普 那我们今天谈了三位叙利亚局势 中东局势这些关键先生的表情 2020年他们的表情会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认为随着土耳其获利的不断的争夺 阿尔多安的脸上将会喜上眉梢 普京呢我认为他以他的个性 还会没事偷着乐 不会展现出来 苦瓜脸的特朗普我认为在2020年 可能依然是苦瓜脸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的春节特别节目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之声 国防实况栏目 再次祝您假期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